他高傲,但責心人厚 他低調,但受萬人敬仰 他可以將神賜予給人類的火,運用得出神入化 煮出堪稱火之藝食的超級美食 究竟他是天上來的化身? 還是地獄來的使者? 沒人知道 但我可以知道,就是他的遊戲名叫做食神 神理佬 神理佬 誓神也誓神也誓神也誓神 神理...算了,不要說 突然間說這些話 明察了,知道了,明治 說不就沒事了 說吧 現在是說這句話 上個星期,Hannah說的 但這次呢,大家都有玩過 在Montem之前,過渡期 我們都玩過覺得OK 很難捱的時候找到一隻,咦OK啊 即是玩得上手的遊戲 之前華叔試過那隻Lot of Arcania 就發現純度不夠,指不到Cut 對呀,但反而這隻OK 我真的覺得不錯 反而會令到你一直一直扔下去玩 難怪是立刻出家強版 你一問你最遲玩的是我 現在玩到最後的是我 對呀,現在五月最厲害 玩到最後的是我 差不多了 後半大圈都是想自吹自類的 我也沒這麼說過 說一下這遊戲,有什麼吸引 我自己玩,開頭 你說,我們先說不好 一邊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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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遊戲叫Goytar 很簡單 其實那個遊戲的玩法 跟Montem就極為相似 不過它是好一點 我覺得這東西是好的 有一個單人版的主線故事 拿著整個故事 就不會像Montem這樣無聊期 這樣做一些事情 當然 你去到最後都是無聊期 這樣打下去 但起碼它有一個主線故事 真的讓你看到 而且它本身 那個故事其實很吸引 我看到現在都 你基本上可以當是一套 漫畫或者動畫 將它遊戲化 對呀,其實一個動畫 一個動畫遊戲化 對呀 它就像RPG 我覺得 一個壯大的故事 在後面 其實又不太壯大的 我看到二十多歲 它會有些劇情的mission 那劇情mission 那劇情mission 它那些NPC就會拒絕你 然後進入mission之前 就會有一段過場片 交代劇情 那你打完那個mission 又有另一段片 交代劇情 因為它這個故事遊戲 本身的設定就是 在未來世界 有一些叫方神的人工生命體 就破壞了這個世界 主角人類那些 就是以討伐這些生物 去保衛人類 最後的防線為主 保衛人類 保衛人類 但是其實 看回那個故事設定 其實又簡單得來 簡單得來有些特別 其實是特別簡單 其實沒有 怪獸打到來要防衛 很簡單 怪獸打到來要防衛 其實沒有特別有些 為什麼會有這些出現呢 其實實際末就是 應該往後的故事就會提到 可能我沒看到 好像有人在第一集 驚異說故事提了 不過我們沒有玩 可能我非的 他現在第一 他把加強版應該是 原整的 他包了之前 他說現在玩那班人 如果你之前玩完 可以買upgrade 就是買upgrade 其實好像2G那樣 那個情況 我最初也怕他這隻加強版 只是資料碟 就是要 不過他有兩個價錢 好像真的 兩個分別 他可能只有很少內容 但又不是 但一開始玩 已經看到他包了所有東西 都OK 所以我玩完這隻 戰神之後 都投身了 是啊 我也是馬上解決了這隻 戰神 了結了我自己的 我連解決都解決不到 那先別說 很簡單 那晚下去打了5分鐘之後 我就不打了 很辛苦 如果GOT EATER是一隻 GOT EATER是一隻 MOT EATER是加速版 戰神就是一隻混亂版的 戰神 我根本不見 玩完在做什麼 你這次玩什麼 連到離太浦 我反而覺得 今次食神去的NPC 那些NPC 幫到手 那些人 原來是挺堅的 之前有人罵NPC 經常吃飯兩尾 但今集不是 今集比我還要積極 總之我死就他走過來救 明顯是他自己死 很快就有個NPC 他爭著來救你 他忘記叫什麼名字 是燒衛尼 總之 那個燒衛尼 燒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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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會走過來救你 只是一個低眉的二等兵 很厲害 知道他可以打了 但我一直打 開始有點難關 他的難度 雖然是偏低 但我找了幾個 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他那個遊戲 武器的種類沒有那麼多 很少 只有三樣東西 普通劍 像騙手劍 騙手 騙手 泰刀 大劍 但一開始我不會分 因為我剛剛沒玩過 我最初選了 應該是選了泰刀 第二把 但我後期買了另一把 我不在意 買了一把大劍 所以突然發現 為什麼那些年紀不動 沒有之前的招 他有icon 我沒有留意 之前我打算 一定是最低 最低 最低一定是最強 那把 不是的 後期才知道 原來是三個操作模式 其實就是 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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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手劍 所以就連攜多 連攜多 連攜多 攻擊力低 但不是 沒有關係的 不是攻擊力低 本身 如果那個騙手劍 他會有三種 貫通 切斷 和破碎 其實你們的了解 這三個 名稱 有什麼不同 其實就是那三款 切斷 因為切斷 只會是 劍才有切斷 槍是沒有切斷 但是槍也有貫通和破碎 槍不是長槍 是射擊 是射擊 但是他打一隻怪 他出現那些 是用什麼 有些數值 也會在那裡 譬如說 有些位置會怕破碎 有些位置會怕切斷 有些位置要貫通才能進去 譬如說 那些裝甲是厚的 可能要破碎或者貫通才能打到 切斷是無意 我明白 切斷反應是無意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懷疑 打那些怪 譬如我打的位置 有些人是閃很少的火花 但是你打的位置 有些人已經是爆強 是的 這個你慢慢試到 你會知道 還有 我反而想問 那三種槍有什麼分別呢 我到現在都在研究 我還是覺得沒有分別 槍的槍 槍的槍是其實 有些什麼 我只是看到數字 我只是看到數字 有些不同 三把有一種是破碎的 第三 下面那一把破碎的 第一把是貫通的 中間那一把好像有一種是屬性的 專打屬性的 我看數字就像是分這三種 但是實際 開槍的動態是沒有分別的 不會分重佬輕佬和弓 三種射擊是不同的 但是他整體那個 三種都是輕佬的 因為他三種的動態 都不會影響你的Action動作 基本上 但是我到現在對於他槍的 槍的模式 是難理解一點點的 因為他有一個 撼子彈的東西 其實撼子彈 我還沒學到 他好像開頭 你應該怎樣也有 他有一個位置 是模擬頭讓你選擇 子彈的位置 其實我自己開頭 我聽你們說 即是合成的 合成的 但你合成之後 就不代表你用到 我又不太明白 要自己裝上去 因為他左邊有一欄 如果你再開一把 Bullet的數據 合成子彈 合成子彈 其實我還沒看過 因為我都沒有留意過 Wiki的資料 因為我只看回 因為那間商店有得買子彈 那些子彈有什麼用呢 就去買 就去買 有些 例如說 Laser 有些叫S laser 和H laser S我就不記得為什麼 H就是Hormand 它有叫L 我忘記了它有說 有時是短些 有時是長些 Shot laser Long laser 是啊 我覺得它有分得很仔細 我其實就不是太清楚 它可以賣這一集 因為它這遊戲有一個 最重要的系統 是在敵人身上拿 這個我覺得 這個挺吸引 是它獨有的系統 玩玩一下 覺得大家拿得很開心 大家拿得很開心 咬 咬的東西 第二層者 也經常用這個名字 咬的 就是他 Godbiter 比較喜歡 Godbiter 說真的 其實這個遊戲 最主要就是賣這一下 咬的一下 最主要是賣 但是只限用近身武器的時候才能出到的 我覺得都合理的 用核武器 你玩槍的時候 你不會走過去 爆它 當然 我是那些人 所以我是選擇子彈的 因為我選擇子彈 是選擇子彈的 那種子彈散槍這樣衝過去爆它 才比較多 因為它子彈也有分很多種 短也很重要 對 不是 第一件事 你們玩的時候 你發不發覺 他用槍的時候 瞄準呢 很醜 對 因為他要先按住L鍵 先鎖 先鎖 不是 因為他有兩種控制 一種就是普通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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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如果按了L鍵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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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因為他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玩的時候 我的感覺令我想起 當時是玩NDS的PSO 動作又是接近 又是視點比較困難 但視點沒有問題 我覺得視點沒有問題 在槍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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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遠都是一種武器 只用那種控制 但因為你同一時間有兩種東西在手 其實他本身 譬如說我明明掌劍 我按了L鍵 鎖住他 然後突然說 我那一刻要用槍開射他 因為他可能會很遠 因為他動的時候 其實鎖住的鎖住的位置 他又不是跟著的東西跟著的線 因為你轉了槍 你轉了槍之後 鎖住的鎖住就沒有了 再按L鍵就變了一個晉升 那一刻就開始出現問題了 其實跟Motun的音樂一樣 因為你按Motun的時候 你鎖住輕路重路 你一按R就轉了第一身四點 他又有什麼問題 他進第一身四點應該就是你跑的位置 譬如說你背後的東西在跑的 但你一按L鍵 立刻就看了另一邊 那東西就在你後面 然後你脫掉了這一下 就是這一下 我開始玩的時候 想著完全用Motun的觀念 或者概念去玩 有一個分別就是他近身武器 攻擊的範圍沒有Motun那麼大 不是 是大過Motun 很多時候打野 我看地圖看到他在我後面 但是一斬 和我想像的位置偏差很多 應該是說控制的問題 Motun的動作 沒有那麼多連貫性 Motun就只是設定死了一組 其實我們很簡單 拿回Claymore和大劫來相比 Motun就有分橫斬和直斬 但是你普通Claymore就是 你連續的輕攻擊和重攻擊 其實他兩人都包在裡面 你不會有些 變成很無雙 你會很模糊 我要量度那個位置 我明明那個位置可以被我砍到他 我明白阿狼說那個位置 是那個魚的距離問題 對頭的 但是你可能踢到他的腳 因為他經常打橫踢 攻擊的範圍太大了 因為你經常掃錯 他會掃一隻腳 或者掃別的位置 主要就是沒有直斬 可能Claymore有草招才有直斬 但這件事我覺得 Motun為何厲害 就是他判定的位置 其他廠仍然跟著 都做不到這個 那樣明顯 大家都很熟 格鬥世家 格鬥世家 你講判定的 格鬥兩大家 S&K還是CAPCOM 格鬥這些遊戲 他玩的判定是很順正的 當中是帶到技術的層面 你老實說玩歌曲頭 我都沒有什麼技術 但他又不算完全是 他也差過了 看招臂 其實他那個層面 我覺得是一個高速版的Motun 加速版和簡單版 他真的沒有Motun 層面沒有那麼高 還有他那種速度感 沒有Motun 15分鐘他都不下來 或是一個防惡龍 他都會有些觸鬚在下面 他都會給你拍到 但因為格鬥世家 因為有一個跳 有一個跳 還有你 吃完之後 會入了Burst Mode Burst Mode 又可以二段跳 再做年紀 所以其實玩下去的那個 速度感是高很多的 還有他年紀的位置 沒有Mohan那麼死 譬如說你那把東西只有4Hit 就像我們用太陽的4Hit 要是向前刀 要是向斜上刀 要是向前刀 要多加招防反給你 就是因為Mohan沒有東西幫到你 我經常都說 因為以前為何那麼難玩 因為他沒有系統沒有東西幫到你 你不可以cancel那些 你Mohan弄了一下 但這個不是的 我可以cancel 我可以dash 我可以按圓圈 dash一下 dash以後可以在駁 譬如說出大劍食斬 你覺得那隻已經掉了 你馬上按圓圈 他會cancel 這個也是相信 他製作小組 希望大家能夠投入那種高速戰鬥 因為他D怪 沒有Mohan弄那麼容易 就會疾 或者被你打停 所以你一邊打邊走 就算他停 都不是很明顯的 即是譬如 你不是異議 總之就是 很明顯的 每天向後惡了一下 退後 然後可能要休息一兩秒 然後要轉火車 然後要轉身 即是他的動作 你會覺得他比較仔細 但這個就很難說 我反而覺得 這隻會是順手一點的 即是那隻是爽 我發現那隻是爽 聰明很多 大家鬥快 當然我覺得 玩Mohan的緊張感 那個破壞力是高一點的 即是那些怪 對你的破壞力是高一點的 可能總之火車 你會死這些 我沒試過被人打死 嘩 他那些人衝來救你 那天就厲害 都不是這個問題 只要是說那隻怪的話 他一下也打不到我 Until 情況下 不會 總之是生氣了那個情況 他也沒有可能說一下 令你扣很多血 他的防具那裡沒有那麼多元化 他防具那裡沒有那麼多元化 老實說 所以就穿普普通的衣服 去打一隻新怪 都不會說 很快給他瞄 因為他那些防具 沒有意思 純粹是個惡業傳 他只是玩型格一點 那套衣服其實沒有意思 沒有任何幫助 沒有任何能力幫助 但我看他寫有些細節 但我不知道第二次會有什麼 但我看見沒有 而且他主要是靠你 有些什麼幫助 就是強化Path AB 只有兩個東西 那我暫時看到這遊戲 就 指插程度都OK 簡單一點 就是輕鬆一點 而且他儲物會比較簡單 十多分鐘 就是 你隨時都可以有三個NPC 即使你一個人玩 都是有三個NPC 以前就說只有貓 這隻貓未必有什麼作為 不是啊 現在都要加兩隻貓 因為我想他難度高 技術層面高很多 但這隻就更容易玩 對 因為三個NPC 這隻的NPC AI是比較高的 很高的 即是一個人 譬如說你一中招 他立即見你小血 他幫你補 我都不知道他怎樣換蛋 如果你說真的是那個人 他打人鬼 他見到幾個血 你看他就是死 他就立即射個何個回復蛋 回復的Homing Laser 追著你 例如是獨獨的兩顆 加上半行血 我自己都沒吃 我都沒起身 已經加上半行血了 甚至有個特別的就是 它不是馬上當你是死的 是啊 總之那一刻你剛剛有人倒了 你馬上倒了 譬如說那一刻我被一隻東西打中 我沒有血了 我還在空中跌落地的時候 突然有一顆回復彈射你 我就起身了 但是我之前那一刻應該當是死的 如果像莫恨一樣 你剛剛死完之後 那一架貓車要等半分鐘才能趕到 如果有人立即救到你 那一架貓車就馬上回歸 這些就沒有了 可能就是蠻難玩之處 你一中就越死了 這個就輕鬆一點 沒那麼辛苦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它的打擊感真的沒那麼好 打擊感始終是這麼多遊戲之中 無可否認是Mon Hunt 真是沒有辦法 他可以做到那種 下下斬的 你覺得真的在斬的那件事 那個感覺 比如說 你一些高斬的東西 高斬味的東西 掉落那些弱點位 你竟然定了一架 捉緊了一把劍那一刻 你覺得很痛 但這隻他用了爆肛 大鎚第三下 勾到整隻東西飛起來 我也是畫面的表現手法 始終你打的東西可能是機械人 你覺得打下去的質感是比較硬 而且出爐快 而且遊戲真的太快 沒有了那種質感 還有另外的東西就是 我們講講一些support的東西 比如說 你扔那個閃光彈 閃光彈的那一刻 但閃光彈真的有 怎麼說呢 那個作用 他就是給你吃一吃的東西 其實他是叫做 如果你真的用一個閃光彈 應該是叫flash的 他就叫stun grenade 他真的一中就停在那裡 我在網上看 他說用大劍吵氣那個 他就扔閃光彈吵氣 他說這個是可以很容易屈死任何一隻怪 我看到也是 這個攻勢模式他在這裏沒有修改 可能性很高 可能我們新玩不知道 一個閃光彈 他立刻跪在那裏 因為你的問題是說 你三隻 你三個人拿大 三個人扔閃光彈 三個人走過來 一個扔閃光彈 但是你記得 你一個人可以帶八顆閃光彈 三個人 嘩 應該會有問題 比如說 因為你有八顆 像是屈死霸龍的case一樣 都可以這樣說 這遊戲始終那麼容易玩 這些屈東西就算了 沒所謂 我老實說我玩一個月應該是玩不到這麼厚的 我輕輕鬆鬆 陳之鋒打個月 應該也會爆到他的難度六 我現在都玩了難度四 如果他可以類似一個人玩的 三個MBC最終都可以 一個人玩的那裏真是很重要 這個就比較貼身一點 如果一個人都可以 說不貼身就是他開房打 連線打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不可以了 我們說完這些都算是 多少讚的東西 要是說一些彈的東西 老實說 例如你們說開房那個時候 例如只是開房那個人才可以接任 還有如果開房那個人走了 就全部都沒得做 大家等著找到 一定要出那個Lobby 再進入那個房間 這個就不夠了 他這個完全有點好像勾勾地 我覺得這個就不好 也挺煩 還有如果有一個人 即暴基曼一點 暴基曼011 難度上得那麼高 開那個人要按刺死才知道 那個人可以接到哪些人 例如說你如果在Montain 你一直幫他在升 那你就要自己幫他數著哪些人被清 還有他們說一定要自己打那個故事 有沒有才上到 他有些key quest是一定要自己打 要自己打才打 還有他又不可能越級 例如我本身是Wing3的 難道3 他開不了 但我開他真的侵來玩也OK 但他又不肯 他又不給 但這也是HR問題 即是他不可以帶人來打那些厲害的 對阿 我覺得他這件事 剛才都說 有得屈Claymore 草叉柱 閃光彈 如果大家都這樣打 那就不用想 我想他有人防這些 免得這遊戲很快要受命 其實他本身的遊戲受命都會是 有一個初球分 Montain也是這樣 Montain也是這樣 不讓他接他 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打到這麼遠的話 真的 都很簡單 其實他是播你單機版 其實都是給你 等Montain車 他就買 10月28號出 你說等不等Montain就 每一個月而已 對阿 我覺得是兩看的 始終他都是想 其實我初頭知道 有哥爾塔都知道是抄Montain的 但是 就是弘弘抄Montain 其中一隻我都是可取 算出色 算出色一隻 老實說 老實說是有東西的 不要說誰抄誰 但是他做出來的感覺是 他爽的 都爽的 因為你會想一下 有一點點中毒 你會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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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Montain是玩一些古典風的 他又玩現代 玩科幻風 但Square那隻都想 都想走這條線 但是失敗了 Square就兩頭不到我 故事是講古代 但是人家是現代 我更加理解不到 那個操控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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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更壞 那個操控更壞 你怎麼玩 而且他不要經常打擲 大哥 沒有人會喜歡打擲的遊戲 對 對 這個人也是這個 Greiter很好的地方 他都會叫你打擲 但是擲真的好擲 而且又很快 老實說 躺下兩次就死了 你想一下 我們四個人玩 等 他完了一個任後 要等半分鐘 我們打也不用半分鐘 對 我打一隻怪也不用半分鐘 而且他的長度 一定是有東西拿的 很多東西拿 他不會像Montemps一樣 有些很珍貴的東西 要你背地圖 他一開箱就閃閃閃閃閃 好像有個掉落物一樣 告訴你 而且他的東西拿回來 都輕鬆的 都有用的 去撿那些花手 你都不撿你 真的蝕本 不撿你會覺得蝕本 那一刻 你摩坑那些 我有空才做 那些我不想做 那些 那些什麼雪山蟲 雪山蟲很豐富 那些雪山蟲很豐富 難道夏天真的要去掘東西嗎 有空才掘你也傻 我打怪好過 就是他這些 就是想你貼身一點 但又變成一個 其實層面低了 我覺得 就是你老實說 只有六個Rang 我打幾天的 都已經玩到 你之後有什麼 爆片之後又有些 download東西 所以都是 一個月貨 我覺得期望他2 好像你所說2 我想他真的進化很多 到時候要看看他 什麼情況 你老實說 他出的都是為了 為了學學Monhan的 有什麼樣子 我看應該是 BernardNimco出 我看他們 就是想 定 自己的定位 就是想一個簡單 高速版的Monhan 還是 可以跟Monhan 爭一日長短的 同級遊戲 就是你玩不玩技術 現在很明顯是弱化版 就是 你說跟Monhan 比那個爽快的程度 還有他那個 就是 你說合作 你說合作 那個 那個情況 老實說 其實我們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 我發現都是 都可以類似 不是有時候 你寫東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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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 我也OK的 你咬人 咬一些怪 咬完之後 如果一隻怪未寫 你就可以咬到 那些子彈回來 那些子彈呢 自己射都OK厲害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子彈是給隊友 那你給三個隊友 那隊友一飛射過去呢 那一刻是超厲害的 原來那一刻是很厲害的 那一刻是超厲害的 最初我是不知道 是啊 直到是 直到是我昨晚打的時候 有個NPC的Alisa 突然寫幾下給我 才知道那些什麼 我還以為 噢 一人寫一顆啦 我當時以為超Bit 我不是超Bit 我還以為 是否那些 增強的狀態呢 那又射不到給自己 一人一顆NPC 一人一顆 原來發現 他射給我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是回到三個level 這些你不會知道 一人有一個新手去玩 但是我覺得 這個系統 對於作戰 其實沒有什麼於是無補 其實快一點的快很多 有用的 有用的 而且一起玩會開心一點 你真的有在一起玩 不是各自做自己的事 衝過來打隻鬼咬完 打死了 一人咬一口就走 還有我覺得 可能我現在玩的那些怪 可能差一點 又不是真的那麼大隻 即他咬一口就只有三個 不是他應該全部都只有三個 可能我過 我也知道可能只有三個 他又沒有老山龍 就是狗狗 頭咬一下 身上咬一下 身上咬一下 腿咬一下 那麼爽 另外我就想說說 遊戲的故事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我打到現在 MISSION 24 講到故事 其實我看了一下 我有一點非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是啊 是他那些公仔的樣子 很呆產 那些樣子 那他不是播放CG的 對 他又用回他本身 他又沒有口型 還有他的主角 我每次看到 其實他的主角很八卦 在他探病的時候 他是不出聲的 旁邊那女兒 好像獨心一樣 知道他做什麼 又抱抱他 又幫他回答所有問題 就是我有看到那一段 我就覺得 嘩 他不是跟死屍說話 那個感覺是 好行屍酒肉 對 那個主角 我覺得如果這些 我自己這樣看 既然他的開放動畫 做得不錯 對 他應該用動畫交代 如果可以做動畫交代 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可以更加進步 其實他播放影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 可以開票 可以播放我自己 在網上查資料 我通常都會嘗試去吸引 他很悶 他不斷的 我就看 可能畫面不吸引你們 但故事我覺得OK 當然 很大機會是畫面不吸引 都是一些 他到中期也有一些 羅莉和正太 羅莉都可以吸引 紅色沒有 Alisa Alisa也不羅莉 當然因為有些 更加愚者 所以不羅莉 所以顯得他羅莉 因為很多大宗誓 但整體我覺得是OK的 玩法 也推介一下 給大家 這個月 這個月 還有201 很口渴 可以先拿著這杯紙牙卡 我覺得可以一戰的 不會真的那麼差 最痛我以為是想到很差 我們是不是要說一下 我們可以說一下 我們可以說一下 先不要踢 先不要踢 不踢很久 我不踢很久 我想打米 你現在在玩什麼 Winning11的2011版 VSV版 中文版 不是 它是中英文合集 所以你可以選擇 Language 說一下 因為你是粉絲 應該有些 其實都不粉絲 其實都不粉絲 不是因為現在的 Winning越來越高手 我打到第六代 開始追不上 其實真的用來Q-time 你不像打其他遊戲 打爆機 很麻煩 這個沒有爆機 沒所謂爆不爆機 聽到無限下去 你打這個歐聯模式 拿一個歐聯就爆機 對於這遊戲來說 是沒所謂爆不爆機 還有太多東西未爆 買回來兩天 試了很簡單的幾件事 Exhibition Mode 現在試了歐聯 但我找不到歐霸杯 他又說有賣 但我又看不到 是否要打完歐聯才有歐霸 我不知道 是否要打完才有歐聯 我想有很大機會 是否要打完歐霸才有歐聯 因為歐聯是比較重要的 不知道 然後試了Become a Legend 玩過一下 那個是什麼 Become a Legend 即是你是一個球員 你就是那個球員 這個可以的 我也要玩這些 球員 其實就是你自己育成自己 簡單一點 是否要自己加點 你自己要不停地 在透過比賽或訓練裡面 去強化你自己的力量 強化自己的實力 你最終 在那場上入十顆的話 就加速 目的就是 你自己設定一個target 你要做神射手 入國家隊 做國家隊的隊長 你自己要有一個target 可不可以做龍門的 今集可以 都可以 這樣悶得嘔 你想一下 一場球 除非你入藥隊 先進去背面 不是 你經常有事情做的 如果你入強隊 你是沒什麼表現的 你沒什麼表現 你就自然入到國家隊 拿不到世界足球先生這些位置 好了 到你有表現的時候 就是你的藥隊 那你的藥隊 一般來說 未必可以入到國家隊 這個很矛盾 還有 後防也可以 這次 我英冠都可以入到國家隊 以前 不行的 上一集是沒有後防或龍門的 今集就多了 你可以做完這些事情 純粹說畫面來說 我覺得比上一集好 但我上一集玩360 我不知道其實PS3和360 我看遊戲書說 全部都在教進攻略 他都叫什麼 設計的個人技術 那些招 哦 假動了那個 你反而會不會研究一下 因為遊戲的玩法很厲害 我終於都知道 原來他的玩法 就是 基本上這次的所謂的連續假身 就是你按L1 然後按 右Analog 的上下左右 你按L1 第一下 譬如 打個比喻 他每一個可以有四段 最多 譬如 右R下制 你連續按四個 他會有連續四種不同的假動作 可以做出來 但是這些 我看 只有看 一來你不知道那個是一個假動作 原來假到你不知道它是一個假動作 自己也對 二來就是 是不是真的有用 其實是很難的 就快要扭一個方向按鈕扭過了它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太熟悉這個新系統 但你覺得是高手向的 我覺得高手向 如果你已經靠自己玩到沒東西玩了 你就可以玩這些 你想想想我連用方向按鈕扭過電腦對方都有困難的時候 我何必去想那些東西呢 我不需要想那樣東西 試過Exhibition Mode有點失望 失望在於什麼呢 就是真的太多拿不到板拳 國家隊都沒有真實球衣服 你說是不是灰到哭呢 另外有很多聯賽都沒有拿不到板拳 歐聯他拿到板拳 所以他有些隊是真的 大部份都是真的 歐聯大部份都是真的 當然他有些... 阿仕奴說不會是North London 不用了 因為這是英超的 英超的版拳拿不到 可能因為他跟Nike有合作的 所以 他又跟Eddie有合作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D隊他又可以 例如Manchester United 這次連利物浦都沒有了 作為利物浦的支持者就更加會失望 上一代是代言人的 上一代是托利斯 托利斯和美斯 今集只有美斯 沒辦法利物浦都沉了 但是球員的動作 尤其是球的转动和运行的感觉是很真实的 这是比起上一代做进步的地方 光源和草地都是比起上一集做得漂亮很多 这是要赞的地方 当然我没有认真玩过FIFA 所以没有办法比较 但有时候你不用比较 你喜欢Winning就可以了 你对Winning有爱 我和我弟弟最初都有谈过 不如他买Winning我买FIFA 我弟弟说未出Winning之前不如买FIFA玩 然后他突然说算了吧 他出了之后就算了吧 老实说大家都是踢球 我想踢球而已 山西豆腐队 所以我认为这个比较厉害 但FIFA唯一最好的优点 就是他拿了球队的版权 但是Winning坊间也有很多方法 去download不同的东西去補完 你要補完的 到时遲些有些邪道东西 是不是可以download 出现了 已经有了 我不知道那些算不算邪道 不是官方就算邪道 总之不是官方认可 不是官方认可 但是某些游戏的雜誌 已经有个patch给你 那些是雜誌认可 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官方认可 你也知道香港的游戏才会翻牌 唉 真是who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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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其实没所谓 那 打过 现在打中欧联 用巴塞 真是很厉害 要我这么废的实力 都可以打到入not out stage 那 对招牌真的差不多 如果被一个厉害的人去链 一定很厉害 我看到你很投入 我玩到很开心 那些patch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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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玩 Demo 還在什麼 它這個是Update的 去到夏天轉會槍的那個時刻 Fever的 Demo 和這類型的 Demo 都是有依靠欠的吧 因為它出過 Demo 的時候 它應該是未正式轉走的 到現在 它是剛剛好夏季轉會槍完成之後的所有更新的資料 也算是很接近的 我覺得這些不追這些 尤其輸給對手就會差很遠 所以我們這一圍就覺得不再相差很遠 你自己轉了就算了 你自己喜歡玩Fever 好玩 怎麼玩Fever 喜歡Winning 最後問你 你覺得有沒有公式玩的 因為以前Winning全部有公式 入球公式 但是這次我早就說過龍門厲害了 還有自己傳球交球是自己壓制的力度的 這件事一定要說說 龍門我感覺他厲害了 但是你說有沒有公式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高手 只有高手才看到是不是有公式 我們這些低手的 我只會覺得入球是自己的實力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都是高手 對 這條公式也是實力 高手才會發現 嗯 這條是form 低手的 我不知道這條是form 你別管 入就行了 總之是實力 剛才說的那件事很重要 這次你交球的時候你調多大力 還有你扭的方向也要很準 如果不是的話 都會交失球的 這是我不習慣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打 上一代2010 我也是散打 間中才打 短傳也很準確 這次的方向改變了很重要 即是交球的方向 反過來 它更加像真實的足球 即是你真的要想 你交球不會就這樣 你彈一下就一定是 我們教年輕人教踢球的時候 踢球最重要是角度和力度 有齊這兩樣 你就會做到你想要做的事 角度不合不可以 力度不合不可以 現在它給你的感覺 就是 教球的教材 你要角度和力度都正確 你可以給的一些球去你要比的地方 無論是三角的長傳 或者是交叉的偄傳 或者是打高的球 我做的chip ball都很困難了 所以這裏有些位置令到我有點興趣重新再玩過這遊戲 認真後來有一點 當然以前的遊戲都在家裡 放在寶山落寧 但也未必有這麼多的興趣去玩 這次好像是真實多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足球遊戲已經很難再進步 當然我覺得自己未必要去到鍛鍊的連續假動作 是因為我去不到高手的地步 反而我這樣看 我覺得他的情況有點像街霸 入門的門鑑其實就不是很高 入門的門鑑就很普通通的一個足球遊戲 但當你再深入研究 角度和力度的問題已經是中手向的問題 那是一個場 你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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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你越來越來越多了 你越來越來越多了 你越來越多了 然後你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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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你會想的時候 就像你說的復合假身 我覺得他的情況好像街霸的層面 我覺得你有心去練 就真的可以練到一身好功夫 你覺得普通都去玩一個足球遊戲 其實他也可以玩一個足球遊戲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Winning上手都比較難 因為他有很多狀態 陣式 戰術的問題 射球又有力度 我也是好似 交球 你要組織的攻勢都不容易 今集就把這件事再推高一個層面 現在的遊戲是追求這件事 老實說 那些人打機已經越來越厲害 不論任何一個遊戲都是 所以你在一個粉絲上 可能一群粉絲想練得好一點 進進去做得真實一點 更加難玩 更加多要求 反而粉絲可能會再喜歡一點 但當然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門鑑的層面 是真的跌了很多 即是你說 門鑑是高了 那自然有些人都會卻步 其實大部份人都希望 不會介意門檻高了 因為Winning又沒有早五年那樣 到現在還對Winning死心撻地的人 其實都很希望Winning一個大改進 那這些事真的可以給你 還有什麼要說 有一定有 不如我再摸多一隻遊戲 一個星期 下星期 再說一下 即是你們很多遊戲不停地說 門鑑都不停地說 我們沒有所謂 下次找不找到有努比套叔叔 可能有 不過羅伯圖卡就知道 羅伯圖叔叔 找到大頭卡 已經變了羅伯圖叔叔 羅伯圖叔叔 今天都超大鐘 我們留待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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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